那么接着我们来看第55课 第55课的练习当中我们首先来确认一下我们的第三题 第3题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意识到一个概念就是 这里面出现了一种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出现的结构 什么样的结构呢 The revealer has been used for什么什么 built 首先我们应该这么说 只要大家能够对这个横杠前面的一个词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这一题大家就不会错 这个横杠前面有个什么样的词 for是我们标准的借词 借词后面想跟动词连接一定会加 动词答应计 所以这是第一点 我们大家错就肯定不会错 对不对 那么这只是我们说 那这样你在考试的时候你就肯定这题不会错 但是你必须要明白为什么 所以这样我们就请大家注意好了 我们的第二个表达 我们在书上面试上用的是备用来做模式 叫be used to do be used to do 叫备用来做 to的方面试叫be used 方面要加to要加动词连行 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面 他说be used 有没有加to 没有 他叫的是be used for for是介绍后面加名词或者动词上音记的 所以我们备用来做模式 以后就请大家注意好了两种表达方式 如果你是表示备用来做模式 如果是跟名词相连或者跟动词相连 你可能会用 跟名词相连只有一种形式 就是be used for something 但是如果跟动词相连 你可能面临两种 一种叫be used to do 如果遇到to你就加原形 还有一种你就是遇到for 你就要加动词什么 ing 它的意思是一样的 表示备用来 and then next one 好那么下面一个 下面一个其他的这个几个题目 其他几个题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在这个表达方式里面 一起来看一下 表达方式当中 然后我们来顺便看一下第四题 来看一下第四题 就pirates used to hide gold there 看到了吗 好那么答案有a and they always do b and they still do c and they still do sometimes d that's what they would do 看到我们abcd几个选择答案没有 大家选了哪一题 选了d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 what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哪位同学现在自愿把这个原因说一下 说我认为是d的 理由是什么 好那你选了一种最滑头的解释 说abc都是错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为什么说d是对的 那么大家首先第一个会看见 that's what that's what 好那然后我们一看到 that's what 我们就发为 那就是什么什么事 对不对 那就是什么样的事呢 they would do 发为他 那就是他们将要做的事吗 我们昨天说了would do 可能还表示used to do的概念 那就是他们过去常做的事 对不对 好那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面请大家注意好了 在这一句话当中也就是说 A说pirates used to hide girl there 说那些海盗们常常在做什么事 然后他说 哎呀那些事情就是海盗们常做的事 所以他变成了that's what 那这个句子当你把答案选出来之后 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 你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好那因此我们的案要注意好了 事实上在这里面我们书上面 是书上面说了 原因是因为在这个表达方式当中 pirates used to hide girl there 他在这个地方就应该打句号 他不应该打斗号 他要打就打句号 如果不打句号的话 前面是一个句子 that is what 你要明白 that's可是that is的说略 那有意思又是第二个位于东西 对不对 而我们上次课一直以来都跟大家说 一句话当中如果只有逗号隔开 你那个是没有用处的 你不能连接两个句子 还记得吗 英文当中只有一种标点符号 是不能连接两个句子的 就是逗号 最不能连接两个句子后 就是逗号 我们能连接两个句子 是什么号呢 是句号 一个句号你就把两句话断开来了 好 那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面应该说 即使我们D的意思跟前面一句话完全相等 而且我们的书上的答案也是D 但是他仍然错了 因为你想想看 两个句子的话 如果我认为它是两个句子 中间就必须要加什么 加N或者加BUT 或者加这样的连词来连接 所以如果你不想加怎么办 我们让你提供第四种表达方式 句号隔开 明白我们的概念了吗 第一 一句话当中只有一个主语一个动词 简单句 第二 可以出现两个主语两个以上的动词 但是你要明白 两个以上的动词 你一定要用什么连接 好 那么在第二单元当中提供的方式是用连词连接并列 and 第三单元当中 我们一开始又给了一种连接方式 你可以把它变为状语重句 你可以把它变为定语重句 你可以把它变为重句 所以我们要加什么before when as because 这样的词 然后我们说第四种表达方式 你可以把其中的 只要你确信这些这些动词的主语都是一样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把其中的一个动词 你就为畏语动词 剩下的动词改装为非畏语动词 对不对 那么这是第四种 right 好 那因此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要么你就一个动词 要么你是两个以上的动词 有哪几种方式呢 一个是并列句 一个是符合句 还一个是非畏语动词 还有个就是我们干脆怎么样 干脆省事 句号隔开 你如果你说我想不起来加 我想不起来加什么什么 and 我也想不起来加before 我也更想不起来加doing或者to do 那就对不起 你就请你要习惯 你用句号来写句子 一个句号才标志着一个句子的结束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面最大的一个特征 要求大家把zir当中的那个逗号改为什么 句号 这句话就对了 好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第四题 反而我们abc当中的这个连词都是对的 and 都是对的 只有d当中没这个连词 反而d 这个意思刚好对 好 那就是我们今天第四题 nest one 再看我们的第七题 那么seven how什么would the whole 这个东西跟我们上南课好像49课做的那个句子一模一样 记得吗 什么叫how would the whole 事实上我们再来看几下的选择词 就是d 就是深 对不对 那他肯定是问这个动有多深 那么我们上次课说了有多怎么怎么样 一定会用哪个词题问 how 而且how是直接照在这个形容词或者副词之前 这句话是形容词还是副词根据什么来定 根据书本身这个原句陈述句来定 对不对 那么因此我现在就会想说the whole was 说那个动 was so was deep 还是was depth 还是was deeply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a deeply 副词 b depth 名词 c deep 形容词 d down 副词 好 那现在就几个词性都出来了 现在我们就请大家告诉我 b动词后面加什么词 加形容词 对吗 所以呢后面第句话肯定是how which one 肯定是deep how deep 而且我们书上也说了 他发了到底有多深 他有两英尺深 所以上场过我们学的那个句子叫 dub the whole two feet deep two feet deep 他也用的是deep 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第七句 nenomate 第八句 the revealer is a very good 好 A machine 机器 B engine 发动机 C machinery 机器 D mechanic 是人 修机器的人叫技师 好 那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面会说 the revealer到底是发动机还是人还是机器啊 机器 revealer是一种机器 还记得吗 探测器 那所以我们的答案就会在A跟C当中选一个A or C 是A还是C呢 两个都翻为机器 我们的答案是A 原因 好 那么我们要知道 Machinery是作为一个机器的总称来说的 而我们上次可说过 作为机器的总称 这个词往往就不会在后面加F 也不会在前面加N 它的这种出现给人感觉它的形式就像是什么 不可守名词一样 就像是不可守名词一样 所以我们这句话当中有的revealer is 什么very good A very good 有了这个A后面肯定要加一个可守名词的概念了 所以那么一定会叫那个machine understand 所以我们machine和machinery它们的最大区别 就事实上是什么的区别 就是可守和不可守的区别 好 machine 可守 前面也加R 后面也加 或者后面也加什么其他的东西 而我们的这个C machinery 是不可守的 就是这个原型出现 不会加R也不会加S OK 念So much for the exercises 好 那么这个练习我们就到这结束 上次跟我们到最后说55克课文的时候 跟大家提醒我一个概念就是 我可以说一个东西非常有价值 但是我可以不用valuable来说 我可以用一个借词短语 哪个借词短语 of of what of of what of of small of value of直接像value 好 那么然后我们上诞课又跟大家说了 什么时候才表示of small value呢 of small value just means worthless just means valueless 表示的是不值钱的 好 那如果我要表示非常值钱的怎么办 上诞课我只是说不值钱的 那非常值钱 好 那么如果我要用非常值钱的话 我仍然这个短语不能改 对不对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通过of small value当中 我现在已经明白 如果我表示非常或者是不值钱 它只是什么有变化 形容词有变化 我就是把这当中的small换一个词而已 那么非常有价值用那词 刚才有个同学讲的很像 但不是不是big 而是great of great value great 好 那么因此我们现在来记一个短语 of value means值钱的 但是没想到怎么值钱的 如果我用of small value 非但不表示值钱 反而表示什么 不值钱 但是我用of great value 表示的是什么 非常值钱 ok 好 那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面的 这个表达方式 但是我们大家别忘了 这个of value可是一个借识的爱语 对不对 借识的爱语要修饰 名词的时候 放被修饰词前 还是被修饰词后 一定会放在被修饰词后 原因我们曾经说过 词弩修饰的时候 会放在被修饰词后 对吗 好 那这样子我们今天一起来看 我们的summer writing 再也要写作 再也要写作的第一题 可能我有些题目 不会带你一题做 比方说第一题 当我们大家看到后面的这个witch 在括号里面出现的时候 请告诉我你有什么样的感觉